亚洲病的非手术治疗 亚洲病的非手术治疗总共分为以下五种 那我们讨论第一个是核胃亚洲病 然后亚洲病的致病基准 亚洲病诊断与评估与治疗方式 电子式亚洲记录 口腔味教、非手术亚洲治疗、器械磨砺、临床流程以及病例分享 这九大雷 那何为亚洲病 亚洲病我们可以来看亚洲的英文叫Pelodontine 那Pelodontine的话是一个鸭齿坐落于齿草骨内 在鸭齿与齿草骨之间有亚洲韧带叫Pelodontoligmen 那鸭银的地方叫Gingera 那在鸭根的外面有鸭二子 这叫Russimantin 然后呢这个周围的地方 这是一个齿草骨 所以我们可以把鸭齿其实就是一个坐落于齿草骨的一个结构 那要产生亚洲病 通常都必须先产生亚菌斑 那亚菌斑的物质大概有一些Glycoprotein protein的物质或是antibody 抗体还有细菌附着 那有了亚菌斑 那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细菌附着 那口水中的食物主要是细菌的营养来源 24小时内如果亚菌斑其实就可以在口腔内形成 那如果呢我们没有把亚菌斑去除 大概20一天就会产生亚映炎 那所以呢现在的观念是把亚菌斑认为它就像一个Biofilm生物保抹一样 那这是一个电子显微镜上的一个图 就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prac 在enamel surface上 然后呢就会阻挡这些免疫的物质去攻击它 然后它可以造成细菌进一步堆积 那临床上我们也看到说 牙龈会附着一些黄白物的地方 那这个呢就是亚菌斑 那当我们从这个组织病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是牙龈 这是齿草骨 那这是牙齿 牙根交界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有一些妇联的一些上皮 那当开始有了亚菌斑 就会诱导身体产生免疫反应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亚洲病视为 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的感染 再来 当亚菌斑开始形成之后 那Gingiba Index就是测量 亚银的那种红妆指数 它就会越来越上升 所以差不多21天的地方 它就会大概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细菌数 而且附着量很大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加上好的一个口腔卫生维持的话 那这个就会慢慢掉下来 然后患者就会恢复健康 所以呢在牙结石的形成 一般呢 牙银上的结石都是肉眼看得到 而且通常在拖曳线开口附近看套 例如下二门尺的舌侧 或上二第一大舅侧的夹侧 第二大类呢 是有关于最常见的牙银下结石 通常肉眼看不到 那眼线是橙重黑色 在亚洲囊带最常发现 所以在亚洲囊带 我们通常看到的结石都是一粒一粒黑黑 或是一片黑黑的 那牙骏般概化呢就会形成 牙结石 牙银上 牙结石的概化 概化来源主要是拖曳线 牙银线 牙结石的概化 概化的来源主要是亚洲囊带的发炎物质 通常 牙结石的形成至少需要两周 但如果形成硬与成熟的牙结石至少要数个月到数年 这是一个拔下来的牙齿 那这个是根肩像 这是牙冠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地方就附着了一些黑黑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牙结石 那牙周病的产生大概是10到20天 就会有牙菌般堆积 大多数人会有牙银眼 牙银呈现鲜红 肿脏流血 那这称之为牙银眼 如果呢 产生了上皮腹脸上失就是牙周病 所以牙周病假设我们比较笼统一点讲 就像一个地基流失一样 那再来我们讨论了牙周病的致病基转 牙周病的致病基转其实它是一个多重变因 它跟牙菌般有关系 跟个人牙周组织的抵抗力有关系 跟食物的分解物有关系 跟时间有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多重因素所造成的问题 那所以呢 一个健康的牙齿 当它开始产生牙银眼 慢慢才会产生牙周病 而不是突然间从健康就突然间跳到牙周病 那它假设治疗 也会慢慢的恢复回来 这是一个健康的牙周组织 我们用牙周的囊带去探测 它是正常的 小于等于3 那我们可以看到磁槽骨 大概在CEJ 这个吃进步的交接一下 然后呢 它会我们刺进去会非常的有阻力 那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发炎物质 那当产生牙银眼的时候 这些牙周周围组织其实还是没有很明显的改变 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牙周探测可以刺进去的比较深一点 那这些地方开始会有一些发炎组织产生 那当产生牙周病之后呢 那这个时候的牙银就比较明显的变色 而且支持周围组织都改变 磁槽骨会萎缩 然后呢 这些发炎物质会慢慢堆积 磁槽骨也会跟着破坏 牙周的囊带就能够刺进去越来越深的地方 然后通常也可以看得到牙结石 这大概是牙周病的一个成因 所以呢从一般性的探测 我们大概医生大概可以知道说 如果囊带的深度普遍大概是3到5mm 只要用非手术治疗大概就可以改善 如果囊带的深度是5到7mm的话 那也许需要牙周手术 如果囊带整体性的深度都大于等于7的话 也许它需要拔掉去治牙 这大概是医师面对牙周病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治疗的方向 那当治疗后的牙周组织 牙周周围组织已经不再破坏 那它就慢慢恢复健康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骨头已经慢慢萎缩 牙影恢复健康 那这些黑黑的三角就会造成一些没关系的问题 那只是囊带刺进去就恢复了健康 那再来我们来讨论到牙周病的诊断 评估还有治疗方式 那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牙周 那当我们把牙影拨开之后 看到这个地方齿槽骨就在齿筋部往下一点点距离 那当牙周病的诊断与评估治疗方式 如果是有牙郡斑甚至产生牙周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说牙影会红重 然后呢会有堆积牙郡斑 然后我们把牙肉翻开之后 看到这些齿槽骨其实都有萎缩 那因为有了萎缩 这些牙齿的动摇度就会增加 那在我们治疗上或是诊断上有各种的亚洲探症 比如说这种弯的像牛角形一样 这是Neighbor Probe 那这边呢都是一般的Peritonal Probe 那有时候有一些大学 它有一些不同的设计 那医生就会跟依据个人的喜好 要做一些选择 好那Probe的一些设计 例如这是William Probe 这是我们院所比较常用 那个Loss Carolina的那个Probe 然后呢这个是WHO 前面尖端是圆圆的 那也有Goldman Fox的Probe 那另外呢也有一些不同做一些不同设计的一些Novatec的那个Probe 那这个呢是塑胶的Probe 那这是电子式的 然后含电子的记录器这样子 所以Probe的设计大概有这么多种 好那我们一般在做亚洲病的诊断评估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个亚洲探症去测量即可 那当我们在测量的时候 轻轻的20到25克的力量 就会稍微进去亚洲组织 可以看得到它的深度有多少 那我们就会去记录起来 那以一般牙齿在记录的话 夹侧、蛇侧各三个点 那分别是这个地方是远心、近心、远心、近心 然后这是midbuckle 这是midpalato或是midlingo 所以会有六个点的一个记录 那通常在记录上呢 每一个院所通常它的亚洲记录表就会有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 医生念了亚洲囊带的深度 例如5、3、4 那小姐就会跟着记录起来 那记录好之后 其实临床上我们所看到 假如亚洲囊带比较深的时候 我们去把亚洲翻开 其实这个地方就有一些亚洲 或是齿草骨的破坏 所以亚洲的囊带的探测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 那当一个sample的peritone chart 它应该包含几个东西 第一医生会把有缺失的牙齿化掉 第二有probing的depth是多少 例如4、3、3 那gingiva to CEJ就是它的萎缩 或是牙龈红肿的地方有多少 所以完整的这种复联丧失 我们必须把亚洲囊带的深度 加上牙龈萎缩的量 它得到的一个数值是这样子 那症跟负代表的就是说 症的的话就是牙齿牙龈萎缩 那有些患者是负 也就是说牙龈是肿胀 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子来看 好 那第二再来一个话是说 牙洲的诊断 假设我们可以用牛角形的探测去看 它到底进去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或是整个都穿通 那如果越是穿通 那它的浴厚大概就越不理想 那在牙根的分叉的话 这是上二第一大旧尺的地方 所以呢它的root trunk 也是EJ 离这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的距离 那这是上二的小旧尺 所以上二小旧尺的分叉 会在比较底端的地方 那这是上二大旧尺 一般有三个根 那由这个图的话 另外我们再看临床上 有关于probe的选择 那这是probe 就是大概依照临床意识 进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或者整个穿通 那也有一种的probe的话 它是分别设计三明尼、六明尼、九明尼、十二明尼 那我们院所通常以A大类为主 那在vocation position 就是分叉的地方 以上二来讲 那个二侧大概 大旧尺都有三个 那小旧尺有一个 那家侧大概都各一个 那下二的小旧尺 大旧尺因为大部分只有一个牙根 所以通常大概都是各有一个 这大概是有关于分叉 大概我们需要的一些了解 那再来 医生还会去检查 用两个口径柄 去检查牙齿的一个动摇度 那所以呢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更完整的记录 我们除了记录亚洲的囊寨 牙龈的萎缩量 然后我们还要去记录这个地方分叉有多少 然后牙齿的动摇度有多少 这大概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亚洲的一个记录 大概需要这些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那个 Panel 然后全口S光来看到说大致的亚洲破坏 可是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方法 好 那比较细腻 比较精确的方法 就是用全口的根间片 通常需要18张 那所以牙医师会去使用SCP的System 尽量用平行法来照相 那另外这个是摇翼片 摇翼片我们可以用平行的 横式的或是直式可以 直式可以看得到更多磁槽骨 但是基本上大概需要18张 那有些人的一些变化大概是说上二的地方 他本来会从三张照到五张 所以他可以把侧门尺全尺照得更清楚 那下二的地方大多数都是用二号 那有些患者也会使用一号来使用 那这是前压区 这是SCP 我们可以用一号二号片来照 这个呢是后牙 那我们常用SCP的黄色 那或者是Snap A 那这是平行法 这是分角线法 那摇翼片我们可以选择横式或直式 横式比较适合蛀牙的诊断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精密的S光的检查之下 就可以显示牙周的破坏有多少 那以下我们再来探讨电子式的压轴记录 电子式的压轴记录 包括有Florida Pro跟GoPro两种系统 那这是我们院所所使用的Florida Pro 它是电子式的记录 然后它也能够记载危险音质 然后它是用脚踏板 用电脑去截取 那当我们用电脑在截取的时候 就可以一个牙齿有六个点 慢慢的去记录 然后它所施予的力量都是很均匀的 20到25克 所以不容易造成压的力量过大 那我们在用的就可以用一些电脑软体 然后去记录一些压轴的破坏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是说 我们记录的时候 也许我们需要去记录亚洲囊带即可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说 我们要记录多少资讯 那这是另外一个叫GoPro System 它厂商会发展专用的一个Keyboard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Keyboard 一个人念数字 一个人用Keyboard 去记录到软体上 这是GoPro System 那再来我们讨论到口腔味教的部分 口腔味教的话 我们会放一些染色剂 然后呢让患者数个口 可以检查那个地方没有刷干净 那通常即使患者不刷 大概30分钟后 也会慢慢的推色 所以呢 当我们混合了一些Florida Probe System之后 我们用电脑去记录 例如以这个患者 他本来不清洁之数是64% 现在能够降到17% 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一直 维护患者的口腔卫生 他回来之后不清洁 就已经上升到40几个% 所以在清洁上 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那我们仍然需要了解 那以牙刷的选择上 一般大概都是以背式刷牙法 牙刷有很多种 有的比较肩 有的比较圆弧性 那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说 就是以比较平行 比较软毛的牙刷 大概就可以去使用 那背式刷牙法最重要是说 我们刷牙不只是刷牙齿 还要刷得到牙印 把牙齿卡在牙印够的东西 尽可能都清干净 例如这是背式刷牙法 我们大概写45度 稍微清洁到牙印跟牙齿的地方 那我们刷牙有横刷跟直刷 那上下刷的话 大概清洁不是很好 那横刷清洁的效果非常好 可是牙齿会顺伤 那背式刷牙法最重要 它就是一个短距离的横刷 所以它也会兼具一个按摩的功能 那我们在刷牙的话 就由左而右 由内而外 慢慢移序去刷 所以大概需要3到5分钟的刷牙 然后内侧的时候 我们可以由内往外拉出来 那如果是咬合面 就前后刷即可 所以对于内侧的地方 大概每个人的一些想法跟意见 有可能略有不同 那再来呢 我们要去使用牙线 牙线有大概分为有蜡无蜡 或者有的时候会伸缩或膨胀性 大概这两大类为主 那我们在使用牙线的时候 可以拉50到60公分 大概一整个手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 那我们用中指来固定牙线 然后我们用 两只手的拇指 来看整个长度 离不离想 所以我们在使用牙线 就是用中指来固定牙线 分别用大拇指 还有食指 来使用 那前牙区就用两只后食指 那通常我们在使用后牙区 就是一个用指腹 一个用指剑 那我们看以下的图 比如说我们如果在前牙区 就是两只食指指腹的地方 如果是在一般后牙区的话 就大概是那个大拇指就是指腹 那食指的地方就是指尖 混合这样子来使用 好 那我们牙线在使用的话 它其实有点像是女人在晚脸 所以如果说你在上下清的时候 那你必须像晚脸把这个面听干净 它不只是在调屑屑的一个作用 那什么是牙线不当使用 例如患者把牙线勾太深刮上牙肉 这会造成牙龈会容易有破坏 那再来有些病例的的话 我们会碰到患者是使用牙桥 所以我们必须用牙线穿引器来辅助牙线的使用 那牙线穿引器是可以再重复使用 那牙线一般是用一次 大概就应该要丢弃 那在有些患者 他可能是有牙轴病的患者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牙线刷的使用 这是整个带有饼式的牙线刷 那通常刷毛开始有一些弯曲 或是其他的问题大概就该更换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电动或音波牙刷 电动牙刷的刷头可能是旋转或左右转 那音波的牙刷踩的是一个震动的方式 那冲牙肌的话就是说 有些患者 中老年的患者 他在清洁牙缝的地方 牙印的地方不是很好 他可以考虑去使用冲牙肌 去冲洗牙印的一些地方 以及临界面 那所以呢 不同的厂商 有些设计一些不同的接头 但是当我们使用比较细的接头 就必须特别注意 有没有可能直接冲到牙印里面 那以下我们在探讨非手术亚洲治疗 好 五个要点 第一是手动牙根整瓶素 第二是超硬波或音波牙根整瓶素 第三使用药物 第四使用雷射 第四 第五使用漱口水 那牙科的器械的一般的设计 A的地方是handle B是shank 那C呢就是我们工作的end 所以A是跟我们在握的地方 比较有关系 那ABCD不同的时代的握柄就不一样 现今的握柄就比较人体工学 而且有一些特殊的粗糙的设计 跟早期略有不同 那这些在simple and complete shank design的时候 比如说在有些位置 我们只要一个单一的一个弯曲 但是我们也可能有多重弯曲 例如要勾近性面或是圆性面 这些位置比较难挂 所以shank的地方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弯曲的设计 那在instrument classification的时候 亚洲的器械通常把它分减诊用的 或是拿牙接式用的 那在减诊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可能是说它是亚洲的probe 或是一般的explorer 那拿calculus 的话 有sickel scatter 或是qray 或是peranodal file 三大类 那在walking end 的的话 那这有不同的面的设计 那比较上面的地方是face 然后后面是back 那侧边的地方是一个lateral surface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说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cutting的edge 那如果在qray的话 尖端是圆 所以叫做toe 然后face 那如果是sickel的话 它尖端是尖的 所以叫tip 那中间的地方叫做face 那当我们来看说qray 或是sickel scalar的话 这是qray 所以它是一个半月形 那sickel scalar的话 是一个三角形 而且尖端是尖的 那到底呢 器械要跟牙根表面 呈什么角度 比较容易刮除 那少于45度 或是多于90度 其实都不容易 有好的刮除效果 所以比较理想上 大概是60度到80度 能够做一个正向的 一个刮除的动作 那这是有关于 Caculous的刮除 那当我们在用这个sickel scalar的时候 这是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 跟牙根的表面要成平行 所以这是一般的sickel scalar 那因为这几年 由于超音波器械的不断的发展 所以我们通常在清牙结石 牙银上牙结石 都是用sickel 都是用超音波器械 但是有些患者 可能他比较敏感 或是比较有大量的结石的时候 那sickel scalar 就使用上就非常的有帮助 就是他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方式 那因为他的尖端是尖的 所以要小心 不要刮到患者的牙印 那这个呢 是Qray Qray分两大类 一种是Universal 第二种是Gracy 那Universal 这种通用型 就像一个半月型的一样的 设计 所以这个地方就乘一个90度 那这是Face 那这两边都是Cutting 所以两个位置都可以用来刮 那例如说 我们临床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的的话 由于说这是一个90度 所以它刮除的效果不好 所以我们必须把器械稍微偏移 就是跟牙齿长一点点角度 这样才能够维持60到80度 能够把牙结石的地方刮干净 这是Universal Qray 在使用的一些重点 那如果说我们为了省事 开始去使用一些Gracy Qray 这是Area Specific的Gracy Qray 那我们可以来看的时候 这个地方大概呈现大概60到70度 那我们刚刚有讲说60度到80度 普遍来讲是Qray有最好的一个工作效果 所以呢经过这种Qray上的一些特殊设计 我们可以把Lower Shank跟牙齿平行 就可以用来刮牙结石 所以它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方便 但是同样的它的器械的支数也会比较多 那所以呢以上我们把三则做一个比较 那Seql Scaler乘90度 Universal Qray也是乘90度 然后呢Area Specific Qray Gracy Qray就是乘70度 就有不一样 那Seql Scaler尖端都是一个三角形 而且是间的 那Universal Qray跟Area Specific Qray 都是呈现一个半月形 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器械 透过一个好的器械的设计 我们就能够70度去把这个牙结石刮除 那医生的的时候有时候它为了要刮除 因为它不是两个面都可以用 角度比较大的这一边的的话 就是我们特别在使用的一个部分 那医生就会去看光线的一些反射 然后去决定哪一个面是拿来刮的 那Gracy Qray的话 通常它的设计也一号二号是大概同一支 所以Total是G1到G14 所以Total有七支的器械 那一号三号或是二号四号 其实都适用于前压主 所以呢用在前压大概都可以 那在后压的的话包括像 11 12 13 14 那15 16 17 18都可以 所以是用在后压的部分 那另外呢也有可能是说 有一些位置是比较深 那所以呢这些Gracy Qray 它的尖端就会更加长 然后会更短 那这样是避免伤到牙印 而且能够刮得更低 这是Modified Gracy Qray的一些设计 那所以呢就我们院所上的Qray的话 我们把它分三大类 那边就是G Set 那Y Set 还有Red 那G就是Green 然后这是Yellow 那Red 这三种的设计 那我们G Set的话 总共包括VEP 128 L5 这一支是一段 有点像是Sequel Scale 另外一段像Universal Qray 那再来呢我们通常用 5号6号 7号8号 11 12 13 14 就可以掛除完所有雅结石 一般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有些医生可能会比较偏好 一些特殊的器械去掛除 例如我们会再把1号 2号 3号 4号 9号 10号 通通加进去 那另外呢在11 12 13 14 后来又出15 16 17 18 所以在一些转交比较大的第二大旧次 或许在掛除上就更有帮助 那再来是另外一个 就是VFDC的Qray 是R-SET 那通常我们都用F-35 通常有四支 5 6 7 8 11 12 34 所以我们通常有四支 可以去使用一些 腎部的一些牙 牙结石 那所以牙根整瓶素 少数是有用牙周探针 可以吃到牙结石 然后我们把器械进到地部 然后把它刮除干净 那当我们刮除好之后呢 有些患者他如果口腔卫生维持的好 牙齿动摇度也获得控制 其实这些状况不好的牙齿 其实还是可能可以保留一阵子 那少数的患者 我们就能够把它保存好 所以在牙周的治疗 其实非手术治疗 应该是最具有关键性的一个重要性 好 那再来我们讨论说超音波 或是音波的牙根整瓶素 那这是超音波的部分 那在院所我们早期有三种形式可以选 就是比较低阶、中阶、高阶 那低阶它没办法把频率设定得很准 那高阶的话它有独立的水平 那所以我们通常是使用中阶的一个机型 那带光线即可 在我们这种使用那个Pierro的这种技术的话 我们有两种 一种呢 有三种 一种呢 就是说是一般的结石 再来是比较深部的结石 再来是在做那个牙根整瓶素 在使用的一个器型 那第一种呢 是G1 主要是用来吸牙 那第二种呢 P20 那它是用在比较深部的一些清洁作用 那 这一个呢 是我们在做牙根整瓶素最常用 我们分别有P1 P2D P3D P25 P25R 那用在牙根整瓶素 那P1呢 就像前牙的Cure 那P2D P3D 就是比较用在静元性在使用 那P25L跟R 就是用在分叉的地方在使用 所以呢 我们来比较一些使用的一些技巧 那如果我们是使用Scaling 是由上往下 慢慢的越进越深 那Gracy Cure 就必须直接到底部刮出 所以通常在我们现在的治疗 我们会去使用Pierro的器械 大概把牙印打开 然后再去使用 这个手动的器械 再把一些结石刮干净 那这样子在效率与成果 比较容易获得一个坚固 那另外呢 在分叉的地方 假设我们用一些超硬波的地方 那我们就能够静的比较深 然后把这些牙死的一些卡牙结石的地方 尽可能清干净 好 超硬波洗牙之后 可以看到说患者经过几周之后 他的牙印如果他的口腔卫生维持良好 他就很快的恢复健康 好 以下我们继续探讨药物 药物的话 在牙科我们有两大类的药物可以选 一种是Doxycycline 是完美酥 那通常服用得三周 那第一周第一天服用两颗 那再来以下二十一天全部服用一颗 那这个有少数的患者有一些抗药性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Metronidazole 以及Amosicilin 那分别是500mg TID 总共服用七天到八天 可是呢 这个的话是大概患者比较容易有一些 过敏的反应 或者是拉肚子 这些症状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我们讨论有关于雷射 那雷射的话 基本上雷射就是由一个激光 那所射出来的能量都是单一 而且是同一个波长同一个能量 那有关于这个光动力学的话 一般来讲 有关于速度都是光速 那称这个的一个能量是耗焦了 那它的波长是Nanometer 那雷射的话有两个重要的性质 第一它是单波长 第二它都是一个均质性的 这是雷射的两大重点 那一般我们在鲁树光自然光的波长 是一个区段 那雷射都是单一波长 那比如说一般的灯 可能有些灯的光波长 有的是不同颜色 有的波长能量不一样 有的在雷射 每一个都是一个均质性的 所以这是跟一般的地方比较不一样的 那History of Laser 雷射大概1916年理论开始提出来 1960年迈们开始产生红宝式雷射 后来到70年代就开始用在医学上 那甚至后来发展了CO2雷射 这大概是雷射的一个发展室 那雷射的话通常在一个共振枪里面 然后呢这些晶体慢慢刺激它 这些光光子慢慢有一个同一个波长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均质性 都是同一个波长的一个能量 那雷射的话一般我们使用大概488个nm 到106500nm 那它是可见光 也有可能是不可见光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光的波长可能是从S光最短的 到UV到可见光 到远红外线 到微波 那最长的能量是CO2 最短的话是激光是193 那比如说甚至有的是 二宾亚格雷射是2940 甚至NT亚格雷射它是1064 所以雷射有许多的波长 有些是看得到有些是看不到 好 好 那有四种可见光的雷射 分别是Argon雷射 KPT雷射 或者低能量雷射 尤其是低能量雷射 除了用在 那个low level雷射的 治疗之外 那甚至有些人发展成 可以用来侦测蛀牙 好 那不可见光的雷射 可能包括Dio雷射 NDAG雷射 Eurbin雷射 大概这些 都是属于不可见光的雷射 那雷射的地方的话 可能是连续波 或者是Free Running Pass雷射 就是说我们不去 一个一个波段 那我们来看 持续的波长的释出的时候 例如像Dio雷射 这种持续的输出 那Parse雷射 Free Running雷射 它是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 当这个地方没有能量的时候 就可以让生物体休息 所以雷射设计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 那组织的一个 反应的时候 例如说像Eurbin family 对水吸收比较多 然后另外在晶体上 CO2吸收比较多 那雪红素的话 大概基本上 Dio NDAG 差不多都不错的一个机器 所以我们在选择雷射的时候 就是要去观察说 我们所切割的组织是什么 例如可能是黑色素 例如雪红素 例如法郎子 例如水 然后去看哪一个吸收最多 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些 适度的一些选择 例如同样一个患者 左边这个患者的雪红素 比较少 所以他比较不容易切割 右边这个患者 雪红素比较多 所以他切割的反应 就会比较理想 所以雪红素 对我们的切割 这个也会有一些影响 那简单来讲 我们大概可以把雷射 分成软组织 还有硬组织 两种 几乎所有的雷射 都可以胜任 所有软组织的工作 但是硬组织 到现在还是必须 靠ERBIN的FENOLY为主 所以雷这种 ERBIN的FENOLY 透过水的能量吸收激化 然后产生一些破坏 那在我们院所 我们使用就是 DIODE LASER 那DIODE LASER 一般来讲 都有一个光线 那这个光线 分别有200 400 600個Nm 左右 有这三种 那早期的话 参数全部是自己设定 那现在的参数 那厂商都会有一些 标准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选择 Bleaching Surgery Period 一些不同的功能 直接调整 即可 那雷射在使用的话 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在用雷射的话 必须慢慢的下到最底部 然后慢慢的上来 而不是一开始利用雷射 直接往下刺 那这样通常会造成 组织的一些破坏 那雷射到底它的一个 效果是什么 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那比如说我们用雷射的时候 它确实有去上皮化 但是去上皮化 倒不是说 那个亚洲病治疗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成因 或是最重要的一个 治疗的方式 那所以雷射到底 它用来治疗上 现在还 其实还有许多研究 有待去 再去更进一步去印证 那再来我们讨论到 漱口水 那漱口水的话 我们建议患者 大概是用1.2%的 cholacidine 然后每次含15cc 大概40秒 那尽可能 不要长期使用 那漱口水 长期使用 会造成染色剂的染色 所以未来 通常会有一些 美观商的一些困扰 那以下 我们再继续探讨 器械魔力 那 器械魔力的话 最早我们以上 再使用 也就是器械固定 然后去动磨刀石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知识 那磨刀石呢 我们有一些合成的 有一些天然的 然后你是不是 加一些润滑剂去使用它 那我们当要磨力器械呢 我们就必须考量是说 假设这是一个 Universal Q-ray 那我们能磨的话 就是把这个刀面 沿着它平行 那如果说我们磨太多或太少 都会造成器械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损伤 那在sharpening的时候 我们不是sharpening 这个前面这个地方 而是由toe middle到heel 都必须慢慢的去 做一些磨力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是从后面的heel 然后慢慢磨到middle 然后慢慢磨到toe 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在电子显微镜 下来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左边的的话是器械在动 右边是磨刀石在动 那比起来 我们医生过去所使用的方法 用磨刀石来动 其实那个器械的表面 其实相当不规则 所以基本上是说 那个磨力的板子不动 但是刀子动 可能会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在磨 必须有一点点圆弧形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把它磨得非常的利 那这是我们院所在使用的 这个PDT 他们所生产的一个器械 那我们来看的时候 那这个的话 一段是Universal 或是Seql 另外一段是Gracy 所以你是哪一种器械 就放在这个上面之间磨就可以 然后它有一个类似让你去测 到底器械没有磨力的一个 像戒指一样的东西 好 那所以呢 当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Stone 慢慢在移动的话 那这是移动的方式 所以必须有一个圆弧形 而不是越大力刮 越好 那我们再来呢 就这个地方 会有一些Metal 一些屑屑 那我们稍微反向再拉一下 这些Metal的屑屑 就会慢慢的不见掉 好 那除了一些 这种专用的一些Sharpling Stone 那我们有医生在美国 开会的时候 就买了这种 一般工业上在使用 这是比较粗 这是比较细 那使用的基准 如果你器械都一直用 从来没有磨力 你必须由粗到细磨 如果你的器械 大概每一次用完都会磨的时候 你只要用细的这个地方 来处理就可以 那以下我们再继续探讨 临床的流程 临床的流程 其实我们可以分成 医师端和助理端 助理就是每次都必须 确认患者的OHI 能够改成的怎么样 那医师端的时候 通常第一次 我们必须去收集一些 亚洲的一些记录 或者给他药物 那第二次到第四次 或甚至还有第五次 就是亚根整瓶术 那到后续的话 三到六个月就可以做再评估 看看后续是 只要完成非手术治疗 或者是还要完成手术的其他治疗 那再来我们看到一个案例 那案例的的话 这是一个非手术治疗的患者 那非手术治疗的患者的时候 我们来看到说 通常我们在非手术治疗 会照12张的相片 那正面 还有两个上下疗合面 还有夹侧面 还有上二的二侧 下二的舌侧 这样子来看 那这是患者的panel 那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说 上二左右的地方 的磁槽骨有一些破坏 似乎这个地方 亚洲病比较严重 那另外分叉的这个三六 那基本上看起来也是有受一些破坏 好 这是患者一个 拳口18张的一个相片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说 假设你用摇翼片是拍横式 其实在齿槽骨地位 通常会看不清楚 所以尽可能还是以直视为主 那同样呢 我们可以在记录 患者一些危险因子 你这个患者他不抽烟 然后没有流血 流血很少 那深度超过四到五的也不多 然后他missing的也还好 然后呢 他全身性的问题也还好 所以呢最大的问题 大概就是bone loss 那这种软体就可以帮我们 去记录这些问题 那以这个患者来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看到是说 那他的depth就是他探测的深度 recession就是牙龈的萎缩 那mgj就是患者有多少 角化牙龈 那再来的话 就是内测我们一样要记录 深度是多少 牙龈萎缩有多少 那另外还多一个牙齿的动摇度有多少 比如说在上二的后牙 有第一级又有第二级 这是下二 下二的话 我们来看到说 第一个是深度 牙龈萎缩 有多少角化牙龈 然后患者的动摇度有多少 那我们必须去涂这个染色剂 然后让患者去意识到哪个地方 可能是刷的好或刷不好 然后陪着他刷 那这个时候口腔胃胃胃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我们有做口腔胃胃胃指导的话 那患者的清洁上就会改善非常的多 虽然那是术后大概三到六个月 我们所造的一个口内罩 那牙龈仍然有一些萎缩 可是基本上牙龈的红重现象已经几乎完全解决 那系统上我们在去建置的时候就会发现说 小箭头往上大概是那个恢复比较慢一点 那绿色箭头就是恢复的量比较多 那这是同样的地方是下额 那我们通常还是要记录说牙齿的动摇度有多少 那另外当电子化的数据他也可以帮你评比 所以你可以了解整体上改善有多少 所以在亚洲病的患者 我们必须不断的去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让他把过去看不到的地方变成看得到 那对他就会医疗上就会有一些改变 以上呢是有关于亚洲病非手术治疗 在牙科上的一些应用 那希望各位助理都能够了解亚洲病的一个范围 那能够在工作上更得心应手 谢谢